中国俄罗斯 我们谈他们两兄弟 昨天我在节目里面谈到了中国七大三位 看到一个星期的会议研究 因为加入俄罗斯侵入乌克兰的程度 小孩子都懂的事情 长时间都知道 还要讨论一个星期 还所谓他们叫 叫什么东西 就叫什么东西吧 还讨论有什么讨论的 要说没有 中国讨论的结果就是 加入俄罗斯侵入乌克兰 更危险 俄罗斯更危险 那么俄罗斯那边说的是中国更危险 他们两兄弟都差不多 你说危险俄罗斯人的危险 你说是坏人 我说的是坏人 他们彼此彼此 看来中国讨论过来 嗯 是可能是有限度的支持俄罗斯 但是中国支持俄罗斯是实时性的 中国这次签了这个 嗯 二十个协议 一万多亿美元 而且这些中国拿了 大概拿了 起码是上千亿美元 因为俄罗斯了 切血也是假 当然切血也是也是真的 跟俄罗斯要打仗 跟俄罗斯的钱也是真的 这是实时性的 现在俄罗斯谁跟他的钱啊 只有中国 只有中国人 中国啥子 人家随便哪个国家都要把钱 拿到自己国家来 为自己建设自己的国家 为自己的人民 只有我 叫做我们了 我站在中国人的角度上 只有我们这个国家 才是把钱拿出去 你看我做老大 当然拿的钱就是老大 这个我们 是打关销的 还有我听到一些华人圈的朋友们 喜欢说咋门 什么咋门啊 咋什么门啊 哈哈 中国是有限度的加入俄罗斯 如果说现在你要推出俄罗斯 那个圈子 不支持俄罗斯 你也死得着 支持俄罗斯 你也同样死得着 中国人啊 始终都站在鞋的一边 始终站在鞋的一边 就是哪条路都走不通 我想这个话不用我来说了 就是普通中国人 就不管是在中国大陆的人 还是在美国的 在西方的华人 他都明白 但是他就是要支持共产党 就是要搞那西方 谁都知道要跟美国走 才有好处 才有糖吃 谁都知道跟中国走 是要挨揍的 跟俄罗斯走 你是要被烂掉的 所以本来中国是俄罗斯的 这个前苏里的副属狗 那么中国支持俄罗斯也是正常 因为俄罗斯继承了俄罗斯的这个 叫什么呢 叫做遗产了俄罗斯嘛 俄罗斯的基因 但是中国七常会讨论呢 习近平那是百分之两百的支持俄罗斯了 那是一边倒叫俄罗斯叫这个 叫叫叫叫低 毛泽东叫这个 斯大林叫父亲 那么现在他们讨论他们的分歧还是有点大 因为谁都知道 你这击接着俄罗斯 这击跟俄罗斯一起打乌克兰 那美国对制裁中国 那就不是一般的了 那是支持习近平的支持习近平了 中国的美元就到此为止了 现在嘛 美国嘛还没有切断中国的美元 美国嘛还在继续跟 嗯 投资中国的美元 现在 中国的两派的斗争 他们两派不是说 嗯 冲向美国还是冲向民主自由 这个不是 他们都是在习业的习业的基础上 站在习业的 习业的专制的 共产的角度来看 他们选择的大陆是 不要太靠近俄罗斯 太靠近俄罗斯 要被美国打压 中国还是怕 那么现在他们讨论是 不要太靠近俄罗斯 但是你要推出俄罗斯是不可能的 普京不是开玩笑的 你要推出俄罗斯 你把俄罗斯当成敌人 那俄罗斯趁转了 你会掉斩枪口 这就打你 这么想到没有 中国朋友们 看你支持谁啊 支持附近 站在附近一边 还是支持美国 站在美国一边 是不是 两条路里的困难 因为你已经上了贼船了 已经在 这位都是强盗啊 在强大的船上啊 你什么都跑不掉 你藏在 那个河边走 朝那船上走 你的鞋早就沾染上了 本身你的鞋就是抖 你们相互传染 你传染我 我传染你 相互共灭吧 所以这个中国现在看来 要推出俄罗斯是不可能 但是要全力支持俄罗斯 中国也怕 怕陷得太深 你拔不出来 本身你都拔不出来了 本身你都写得很深了 但是他还是怕 还是有点顾忌 顾忌他的命 可能活不了几天就结束了 所以他们考虑 他们的研究 还是要有限度的支持俄罗斯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 不支持俄罗斯 俄罗斯绝对把你当作为敌人 作为枪口吊起来 就会打你 这个是 这个是中国跟俄罗斯的状况 俄罗斯跟美国 俄罗斯跟美国 我早就说了 他跟美国他跟西方 尽管他跟西方的斗争 是不断的加深 但是他跟西方 仍然是有谈判的余地的 中国和中国人是没有认回的谈判余地 现在全球的华语圈的人 就不得步步推进这个战争 也就是说中国人已经上上了贼船了 就要走到底呀 有气派 有气派 那么你支持俄罗斯就直接就摄取了乌克兰 乌克兰是跟中国提供了很多的这个 全数捏的这个装备和技术 中国哪怕是你买 乌克兰那条破产 那条破产你跟普京买普京都不会卖给你 还有你买那些 前数里的那些飞机 那些破飞机 过时的飞机 俄罗斯都不会卖给你 因为俄罗斯要防止中国人 中国是坏人 俄罗斯也要把中国当成坏人了 你怕俄罗斯真的把中国当成朋友 不是 要吃你 要挖你 要杀你 他并不会把你对朋友的 这次 这次就是关键了 关键了 关键了 就看你这个 中国支持谁 不支持谁 看你支持不支持俄罗斯 你如果直接支持俄罗斯 你就是直接是美国敌人 美国就直接打你 就现在制裁俄罗斯的时候 同样要制裁中国 同样要影响了中国 你制裁 你跟俄罗斯 这些站在一起 你这些却 这些占据了乌克兰 跟你的武器技术的来源 也就是说 这些跟美国成为公开别人了 等于宣战了 因为你们两个在通过奥运会 站在奥运会的角度 向全世界宣布 你们已经是同盟了 你们签署了 宣布了共同协议 你们已经向全世界宣布 你们站在一起的学业书 那些运动员回去以后都纷纷发表看法 就是说奥运会把这个奥运会拿到中国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国家 去办奥运会是不合时宜的 那些博士高政治人都知道 小孩都知道 我早就说了奥运会 已经成了反动主席了 跟这个联合国一样成了反动主席 都该解体 那么中国支持俄罗斯 不管你有限度 无限度 俄罗斯打仗 你要支持他 俄罗斯需要钱 你要跟他 俄罗斯需要任何东西 只要需要的 你要跟他 现在普京需要补身体 你要跟他 普京需要吃中国的同男同女 你要跟他 所以如果听起来是笑话 绝对他们是真实的 中国人你们考虑好了没有 你们跟俄罗斯站在一起 绑在共产党的船上 好日子还在后头 那么俄罗斯呢 俄罗斯跟美国呢 我昨天晚上做节目就已经说了 俄罗斯把美国驻乌克兰的副大使 高级官员直接驱除出 俄罗斯科 这是大事情 这相当于是缺战 就是报复美国 因为俄罗斯要把油价打得越高越好 这个问题 美国把这个石油和天然性油 越来越不断用欧洲 对俄罗斯这个计划有些影响 所以说俄罗斯报复美国一下 但美国呢 蒋白登呢 乌克兰 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以来 蒋白登从来没有松口过 他说俄罗斯会攻打乌克兰 最近几次都说俄罗斯就在这几天打乌克兰 就在这几天打乌克兰 就在这几天打乌克兰 说过几次了 都说俄罗斯没有退兵的迹象 没有退兵的迹象 是 不仅没有退兵的迹象 俄罗斯不会撤兵 俄罗斯军队要长期驻扎在那一带 要长期跟西方 跟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跟美国增加压力 因为俄罗斯不会损失 因为这个军队驻扎在那一带的 这个军费有中国人出 所以俄罗斯不在书 同时俄罗斯还拿回去了一千多个亿 还跟中国人签出了一万多个亿的协议 中国是源越不端的 在美国偷了的美元送给俄罗斯 所以现在大傻币 傻在其他地方的钱 开始索紧 现在要保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是他的第一 也是他的 发肚 美国是非常紧密 不管美国族的真动作 假动作 都是非常紧密 这两天就说 爆出来 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动 发起火箭弹 实际上是 乌克兰的 乌克兰的叛军跟俄罗斯一道 向乌克兰发起火箭弹 挑起战争 跟普京亲于乌克兰制造机口 虽然这个机口没有必要制造 要发动战争的时候 什么地方都是机口 什么地方都有依据 像中国一样 中国是万二之源 是五多机权 五多机权都还不是 现在是万多资源 万多机权 中国要杀人的机口有的是 俄罗斯也学会了 俄罗斯也学会了 看中国杀人是不着眼 当然俄罗斯杀人也不着眼 难道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 还要需要什么机口吗 还找不到机口吗 有的是机口 只是说他怎么样调整 要让这个战争机器 推得越高越好 要价越高越好 然后考虑怎么样扯兵 扯兵都很简单了 俄罗斯扯兵也不会死灭子 因为俄罗斯已经取得了胜利 把整个西方调动起来 把全世界调动起来 这是俄罗斯的本力 很多人对俄罗斯有点能力 说他们是战争民族 有些看法 是俄罗斯从战场面上 俄罗斯从没打过胜战 但是他在平时的战争的调子 是吹得很高很高 他是一贯得利的 至少他对亚洲的打压是百分之百成功 比如说越南 越南长期受俄罗斯的影响 受俄罗斯的打压 他是成功的 对印度他是成功的 武器越来越不断卖给印度 对中国的打压 那是成功的 中国那些小国家都不再说了 那些小国家没有用处 对俄罗斯来说他胃口太大 不管俄罗斯怎么样 他仍然是挺厉害的 不管他是不是世界上的第一政治家 那仍然是挺厉害的 实际上俄罗斯的这个调门 调得这么高 把战争能够推得这么高 他也真的不解难 你现在美国都推不起来 中国推不起来 中国你把战争推得这么高 都推不起来 中国要推起来 这些机攻打台湾了 这些机攻打日本了 这些机攻打美军了 那个时候才可能 那个时候中国才能够把 全世界的武装力量 全部调到中国周边打中国 那个时候中国才能有这个能力 现在中国都不行 现在美国就是跟中国较量较量 跟着围图围图 做出样子而已 当然美国也是支持中国 中国也就是 美国也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精悦 中国的美元 中国的粮食 中国的武器装备 不是武器装备 偷一些武器装备嘛 然后呢这个科学技术完全靠美国 美国一旦要打你 你瞬间就死定了 就现在的芯片 这些给你什么高步高端 全部给你卡断 你就完了 所以我说 始终说 美国是共产党的支持者 美国是中国共产党的相关利益方 他们有利害关系 他们对中国 美国对中国人来说 不是合作方 对共产党是合作方 中国人跟美国没有利害关系 没有利益关系 所以说美国不在乎 美国只看钱 就台海问题 美国也是看利益 如果台海美国没有利益 美国也不会对台海 对台湾进行保护 因为台湾是美国在这个 亚洲的这个桥头堡 那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要 只要台湾在 中国就没有办法 渔出太平洋 南海跟你也抢 共产党 日本和台湾跟你也抢 你就不要想动来 你的什么潜艇也好 飞机也好 都没有多少 你起不了作用了 那么我们现在还是继续说那个 世界大战会爆发吗 会 战争会爆发吗 当然会 现在天天都是战争 要打大战是随时随时的可能 要把大战引爆到世界大战随时的可能 战争是必然的 是不可能避免的 这避免不了 美国想降低这个战争的调门是不可能的事情 美国现在没有这个能力降低战争的调门 只有让战争爆发 因为美国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奴隶国家 他不想让中国解体 他想保持这样一个奴隶国 只是看中国人听不听话 现在中国人不听话 会直接把美国烂掉 我说中国人是万多资源 中国的中国人 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什么 共产主义黑武器 现在海外几千万中国人 用共产主义中国人的黑武器 这就可以把西方打垮 你看现在全世界成了什么样 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不用我说了 但是呢 中国会拿下去 中国人是 中国人的生活是越来越艰难 要回到七十年的一切 大约要引人民共税重新来 粮食官重新来 我使中国人不是三年了 可能三十年 三百年都不能流转 何况中国人没有这个机会 再跟你三百年 没有这个机会 这个话不知道中国人能不能听懂 不知道其他朋友能不能听懂 政治正确就不要说吧 想想猜猜就行了 意思说你有没有机会 你还能够成活三百年 你还有机会成活三百年 什么多时间啊 二十一分钟了 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制作我赞助我 投资我 投资我 投资艺术世界是最高尚的 藝術是人类的灵魂 是知识的基金 朋友们感受一下我的 renaissance 远镜头看看 过几天我画完了 过一段时间我画完了 我跟这个朋友们做一些这个 做一些这个 纯艺术方面的 好吧 今天我们谈了这里 三个数码前 我待会儿还要画画画 See you tomorrow evening Goodbye